上个视频,我讲了分给两个不同的对象,风法数量该如何计算 可如果分给的是两个相同的对象,你又该咋算呢? 比如猪妈妈要把六个包子分给两个相同的盘子 每个盘子都要有,那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法呢? 还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来每举 这个盘子可以分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包子总共有六个 所以另一个盘子就分别有五个,四个,三个,两个,一个,零个 零个不行,得划去 注意,这次的两个盘子是相同的 那一五和五一这两种分法都是一个盘子分到一个,一个盘子分到五个 从结果上看是一样的,只能算一种,那就划掉这个 同样的,二四和四二也只能算一种,划掉这个 数一数,最终只有三种不同的分法 看来分给两个相同的对象时,一五和五一只能算一种 如果把这六个包子分成两堆,那又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法呢? 很简单,答案和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盘子和两堆都是两个相同的对象 如果一共有七个包子,并且分的时候还要求每堆至少分到两个 那又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法呢? 可以直接从最少个数开始每举 所以这堆可以分到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包子总数是七个,那另一堆就是五个,四个,三个,两个,一个 一个比两个少了,不行,后面的也就不用美举了 注意,分的是两堆,那二五和五二只能算一种 三四和四三也只能算一种 所以最终只有两种不同的分法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的有两点 首先,分这两个相同对象时 二五和五二只能算一种 其次,最少个数有限制时 只要从最少个数开始每举就可以了 怎么样,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就赶紧去做题抢金币吧 好